大家好,我们现在来讲西方石油四季度财报的下一集 主要是他管理层在电话会议里面的内容 在电话会议里面,管理层主要讲了他们在还债、股息和回购这几者之间的选择 我们知道这家公司的长期的债务指标是150亿的债务 现在它是有190亿,所以离150亿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管理层表示,他们在明年,也就是2024年之前,其实没有什么债务到期 而且他现有的债务基本都是固定利率,利率比较低 因此管理层并不打算去提前还款,打破这个节奏 管理层在后面两年会把现金流主要用于股息、回购以及优先股的赎回 所以我们现在就重点讲一下巴菲特的优先股如何被西方石油赎回 我们知道这部分优先股有非常严格的赎回条件 只有滚动12个月的西方石油的普通股的股东 拿到了每股超过4美元的回报,才会激发巴菲特优先股的赎回 过去几个季度,他们通过回购和股息已经积累了每股3.78美金 因此现在还剩每股0.22美金就可以达到这个4美金的出发点 也就是说,他大概率在这个季度就会开始对这些巴菲特的优先股进行赎回 管理层还非常贴心地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他们向普通股的股东支付了1亿美金 他们就可以拿着1亿美金同样地向巴菲特进行赎回 但在1亿美金当中只有9100万可以用于本金的赎回 另外的900万,也就是10%是这个提前赎回的一个溢价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我相信未来一两年这些会被赎回 也就是说,他每年可以节省大概8亿美金的利息的支出 讲完了他的财报,我再来总体谈一下我对石油股以及对西方石油的看法 这家公司我们其实已经追踪了几年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周期性的行业,他有很多不利的因素 比如说,石油公司主要的业绩靠油价支撑 如果油价比较高,他的业绩,自由现金流就会比较好 如果油价跌到比如说60美金以下 可能多数公司都不会有很好的盈利 西方石油也不例外 第二个,就现在的西方石油来讲 他还有一些比较不利的因素 第一,就是现在的通胀水平 管理层表示,如果他们今年在美国进行石油天然气的开采 那他通胀引起的费用上升会高达15% 这个比例是比我预想的要高很多 第二个,他的资本支出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他去年资本支出不到30亿 而这个在今年就会达到超过50亿美金 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新能源项目 从空气中直接提取二氧化碳 这个在未来两年也会有一定的支出 但是收入可能只有在2025年开始才可以体现出来 最后一个就是巴菲特 即便把他的优先股进行输回之后 他还有一大笔的认股权 那这些认股权大概是8300万股 也会对未来的股东有一定程度的稀释 只是这个稀释程度并不太高 没有超过10% 讲了这些不利的因素 其实看好这个行业的原因也有很多 我们之前也说过一些 比如说最重要的 我跟很多人的观点非常不同 我不认为石油是一个西洋产业 相反我觉得他至少这些石油公司 还有几十年的寿命 石油从历史的角度看 它是为了取代煤炭而产生的这个行业 而现在其实煤炭的企业还非常多 所以在新能源完全成熟 成本大幅下降之前 石油会一直存在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判断 第二个 在过去20年 由于多数人认为石油是新洋产业 导致全球对石油公司的投入严重不足 也就是现有石油公司这些资产 变得更加有价值 第三个 我们之前讲过 石油公司现在受了巴菲特的影响 变得对投资人非常友好 不重视提高产量 而是重视股息回购这些 怎样提高对投资人的回报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第四个 就西方石油来讲 我已经观察这家公司几年的时间 除了它上次收购 时间不好 而属于运气的问题 完成了这么大的收购 马上又遇到了全球的疫情 跟管理层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即便这次收购 我们现在事后在回想 其实它拿到了美国的大量的页岩石油的优质的资产 从长期来看 对西方石油还是有很大好处的 因此管理层这几年看下来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反而是非常稳健 以及能力比较突出的管理层 因此是周期性的行业 未来油价有可能会大幅下跌 也可能会有更好的进入这家石油公司的机会 谢谢大家 视频不是投资建议 谢谢 再见